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简单来说就是把断肢接到有血管的地方提供养分 养好后再把断肢接回去 那我们请整形外科的老师来解释 把断肢稍微修平就可以 所以我们大概只修掉两公分的骨头 血管末端去接到去供养这支断肢 那让这支断肢寄养在这个大腿这边来 那个断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血氧伸测 伸测就可以知道说 建议的血管是很通常 拿取大腿外面的这一块皮斑 直接把血管层都盖起来 老师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比较好的长度保留 那同时也不用去担心 那个血管神经的外露 因为那个可以利用 那个大腿前腕这皮斑来克服 哦 也就是说不会长短脚了哦 对 那患者现在怎么样了 他术后四个月就能不用斧居行走 我们这个病例也拿到2014年整外医学会的论文奖哦 继续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